剛才孫將軍講到的 很多武器是沒用過的 甚至你以前可能都沒想到的 什麼叫做AI水炮 這個是中國研發出來的 中國船舶的重工集團 三月就宣告了 我們有全球第一個AI水炮 怎麼AI法呢 在四公尺的波浪 強風 這麼惡劣的海礦 可以達水面目標 誤差兩公尺 精準度比傳統水炮 可以提升到54% 後面直接講了 爭議水域衝突利器 改變南海遊戲規則 它的原理就是用光電攝影機 即時回饋 真的是完全是靠電子 在幫你AI幫你做判斷 自從這兩人AI流行 什麼東西要掛上AI 連那個賴清隊說 他是AI內閣 是很好笑的 這個只能說是一款 很新的這種全自動 有電腦控制 是比較更加精準的一種水炮系統 就是說可以 以前水炮都是靠人在操作 現在水炮是說可以靠攝影機 感知器 然後今天如果是水炮是瞄準 我的水炮打這個我們黃艦長 那黃艦長不能躲到哪裡去 會跟他跑 絕對不會是打到什麼 打到散將軍會散開 大概這個意思 但是也沒有到AI那種水平 AI概念是不同的概念 他這是故意說我是有智慧的 我是有感知能力的 我會自動識別的 不用每一次靠人在那邊操作 有點緩不济集 而且他這個東西在實際上使用的時候 如果要打某一個船艦的某一個窗戶 那對不起 就會一直鎖定 不管你風浪怎麼轉 他會自動調整自己的位置 就是一個很進步的水炮 但是基本上也不會什麼 製造作太大的人命 所以是一種仁慈的溫和 等於就是把水炮變成精準了 我要打哪就打哪 而且可以隨著風浪啊 船擺盪而自動調整 以前我們知道 那個海軍弄水炮很可憐 船在一晃動一下 那個水炮弄得暈頭轉向 尤其他在追擊的時候 讓人晃啊 跑啊 你包含在晃的時候 我是一個控制水炮的操作成功 我自己人都站不住 你這個東西就會很難 那你如果用電腦來控制的話 是不是就好了很多 為什麼這種感覺好像有點打電動 我只要鎖定了 我就可以持續發射攻擊嗎 如果交過花 有那個壓力水 你知道那個坐力很強 就穩了 你看那個消防隊也抱著一個水管 被自己都站不住啊 那現在在海上 這個船一下升高三尺 降低三尺 那邊也升高三尺 所以以前看那個海巡水炮 都打不到目標在上面 那就像嬌花 我以為是故意打不到 偶爾碰到一下 它現在為什麼你看它是用機器 對 才頂得住那個水的那個反作力嘛 第二個用雙方互動的那個微調啊 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那小的漁船 你對我衝過來 打到你船走 你就掉轉九十度了 對不對 或者打翻你 就大的那個侵犯的那個船呢 它打了你指揮塔 你玻璃碎了 你馬上就受影響了 所以它變成有效驅離 我們看過幾次驅離啊 就是蓋在頭上的 掃一下 你看那消防隊員火頭在這裡 沒交到它抬高一點嘛 它現在就是自動用電動的給你搞 加上了AI的增加它精準度 AI現在濫用了 這個技術不是很高的 但是這個東西最特殊的地方是創意 他會想到這個東西 因為很少人會這樣想 你坐在冷氣房的辦公室那個決策者 你跟我講這個東西 我說你神經病 但是現場的人會知道 我需要這個東西 可能也是因為菲律賓最近太鬧了 創意還有一個東西 當年我看美國二次大戰 美軍最強的是什麼東西呢 它戰場上有新的需求 回去兵工廠跟這個兵尖學校馬上改 你像歐洲戰場的時候 躺個車衝不過那個防風鈴 它馬上一個電報回去 躺個車上加鏟刀 連這個防風鈴整個殘掉 戰場上0.275的火箭彈 打不穿德國的躺個車 馬上3.5火箭筒 因為我到美國參觀 它的賓科學校有一個叫lab 這個lab是幹嘛 我的武器要改良什麼 要加動什麼 戰場有需求這邊馬上做 馬上做實驗馬上研發馬上出來 馬上就補到前線去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感覺這個很重要 我們台灣也有這個 你像中科院要修武器 我送一門炮一個缺點送去 回來變兩個缺點了 等了半年 這就是什麼 它沒有反應你的需要 大家在幫我們兵工系統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講的不是冤枉 那個75戰防炮是有個望遠鏡 可是射把是在後面 結果他把那個瞄準鏡 給我放得更遠 我看到望遠鏡 我沒辦法開炮 那開炮開不到望遠鏡 原來是望遠鏡鏡片模糊 是一個缺點 他給我改裝一個地方 變成兩個缺點 我說我又不是常備員 真的是第一線的人才知道 問題我講這叫系統問題 那是幾十年前的老毛病 我們不談 就是說你戰場有需要 要有反應系統 反應系統要能夠做出 解決的辦法 有了解決辦法馬上生產 生產馬上送來 我跟你講現在俄武戰場 你看戰場學的東西 馬上就改了 沒錯 一開始現在無能力 為什麼紅 前面有效嘛 對不對 現在裝下車 太多都裝得渴 這個裝下車 希望你早期引爆 上面做個棚 因為你早邊引爆 那個炸藥威力就下不去 對不對 所以上面還有一個玻璃罩 有的 像俄羅斯的坦克車 加裝干擾器 電子干擾器 越來越先進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速度非常的快 他不是說什麼半年後 才發現 來不及 他是每個月 每個禮拜都在搞這些 所以呢 中國沒辦法 你不發明的話 你看俄國坦克兵都聰明 一聽說無能力來 離開坦克車 以前坦克車是保護你的 現在聽說無能力來了 我寧願跑 最近不跑了 因為他們有電子干擾器 那就要看看 這叫反應快 有沒有用了 接下來呢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 剛講到俄烏戰爭 現在呢 俄烏戰爭這一局 澤倫斯基還在騙他的人民嗎 好烏克蘭現在要幹嘛呢 第一願意跟俄羅斯來和平談判 烏克蘭說有新一輪的大反攻計畫 好蔡博士您看著 然後您來分析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動員所有的婦女參軍 聽到這個我覺得非常可怕 這代表什麼呢 烏克蘭沒女的 老人青壯世代 年輕人已經沒了 女人們全部都給我上 好 澤倫斯基現在還在打這個算盤 但記者呢 其實這一次在白宮裡面 也有問到 他說那為什麼你們西方的軍機 可以幫以色列 但不幫烏克蘭呢 結果各位你看看 美國怎麼回應 柯比說 不同的衝突 不同的空域 不同的威脅態勢 簡單來說就是 我美國就是不同的標準 他是以色列耶 你以為你是誰 你是烏克蘭 英國的退役將軍 直接做了一個分析 烏克蘭今年 可能會輸掉的風險非常的高 因為缺錢缺炮缺彈藥 不是啊 他從一開戰就已經輸了 這個不用去講太多 因為國力差太遠 各方面都差太遠 柯比只是要講說 以色列的對手是伊朗 還好應付 美國從旁邊打打插邊球可以 烏克蘭對手是俄羅斯 我怎麼去應付俄羅斯 搞不好自己美國出球 對不對 這不一樣的量級 再來更重要就是說 你以為美國沒有幫烏克蘭嗎 美國給烏克蘭的錢 是以色列好幾倍 以色列的媒體也在罵 為什麼你動不動 什麼批預算 這次不要批預算 烏克蘭600億 我以色列才100億 你看我稀罕 真的是看我稀罕 我以色列是你的小祖宗 你給我100億 還增加60億 還160億 烏克蘭出口的690億 你到底是誰大誰小 那台灣更要喊 我只有10億 我們還沒有給 我們跟亞太國家加起來10億 對 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這樣你想多了 你今天喊美國老爹 是給那麼遠 我們是給錢的 我們要給美國押稅錢 不太一樣 所以美國態度呢 自己的帳自己搭 美國態度是 我能幫你已經幫到極限了 不過我們很客觀的想 全世界我看 那麼多幫助別的國家打仗 要為美國講一些公道話 他已經給了700億美元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你看以前在二次大事 三次大事 沒給那麼多好不好 平均總數比這個多 可是每個國家 你給中國多少錢 這算得出來嘛 對不對 六七百億 而且以前二戰是打了四年 他現在沒兩年而已 就花了700億 所以這700億 你沒看到他有回收的 不是 可是回收是因為下單 給自己的軍火商量 還有沒收俄羅斯的錢也不少 沒收錢還不能花 兩千六百億 沒收錢凍結還不能花 這是美國的一項 讓我們很另類的投資嗎 不是 你要從 你要公道一點 我雖然經常批評美國 我這裡來講公道一點 他沒有對任何國家 這麼慷慨過 一下子兩年就端了700億 這個其他還不算 因為平常沒有國家 想要跟俄羅斯開戰 這也是個道理 700億美金是多大的一個數字 在軍費上 你問帥將軍 他們在規劃軍費 打一場戰爭700億 還不包括烏克蘭自己花的錢 對啊 還有歐洲的錢 歐洲的錢還沒在裡面 歐洲錢為什麼要出 還不是美國拿著槍 壓大家去付錢 對不對 總共加起來快要兩千億美金 這個數字 好大一個數字 開什麼玩笑 我們台灣一年 全部的GDP 也不過七千億而已 打一場戰爭 兩年都花掉兩千億 這是開什麼玩笑 是你自己有問題吧 再來這個烏克蘭 事實上是 是自己選擇一個錯誤的策略 沒辦法 那你幾輪下來的話 你的人已經沒有問題 現在在俄烏戰場上的前線 兩邊的部隊 大概都四十萬 都四十萬 烏克蘭四十萬 俄羅斯也四十萬 那這四十萬有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俄羅斯軍隊 大概每一個位 大概三個位就輪掉一次 所以他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家睡覺 洗澡 然後再戰場 烏克蘭的軍隊 九個也沒辦法輪掉 就那四十萬了 對 死了也沒辦法 現在要延到三十六個月才能回去 三十六個月還不能退 不能退 這會失去戰鬥能力 而且更慘了一點 簡單來說戰鬥意識就低了 不只 烏克蘭戰爭就出現一個情形 一個老兵看到說 他帶著新兵 昨天13個 明天16個 然後 他老兵的意志會整個崩潰下去 沒錯 他說 怎麼搞什麼 是到底我指揮不當 還是我帶不動 還是新兵沒有戰鬥力 所以他心裡的壓力是不得了 沒錯 老兵是這樣子 老連長 老營長 老團長 所以現在就處在說 烏克蘭總統職人士去抱怨說 我叫你們撤退是要叫 比如說 叫我點在前面 然後叫這個 帥將軍跟那個 黃建長先撤退 結果我一接到明天 我根本懶得看 我自己先跑 把他們丟在那邊 這種事以前內戰裡面都看過 都有嘛 所以 所以現在就是 他抱怨怎麼辦呢 他現在不能軍紀處分啦 也沒辦法 全部失控 全部失控 那為什麼要動員婦女參軍 任何一個國家 到了要動員婦女跟小孩參軍的時候 這個國家已經接近崩潰跟未亡的邊緣 證據在哪裡 日本 少年輕人參軍 什麼少年神風 衝風隊 然後 柏林 希特勒的時代 那個 紅軍 當場傻眼 他攻到了柏林的最外圍的時候 那站好裡面密密麻麻 什麼 什麼殺包 他不敢相信 紅軍不敢相信 俄羅斯的 蘇聯的紅軍包 怎麼對面都差不多十二三歲小孩子 少年軍 他答案也不是 不答案也不是 不曉得怎麼辦 那最乾脆拿麵包出來誘惑他們 那孩子就是孩子心嘛 他也不曉得為什麼打這個仗啊 十二歲到十五歲小孩子 你說他就是出高中嘛 所以到了還有婦女 那個他打到了柏林的這個 差不多郊區的時候 發現一大堆德國的婦女 紅軍的不曉得該打 還不該打 對 可是 有時候就是很殘忍啊 對 可是現在會不會是 婦女不是沒有戰鬥力哦 我們這種年輕的男人 要在戰壕裡面撐一個月都很難了 你叫婦女撐一個月 那是更不可想像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口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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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